据港媒报道 近日 谢霆锋与前妻张柏芝疑似复合的消息 刷到朋友圈 两人感情近况引发网友热议 据悉 近期谢霆锋趁着休假的机会 带着大儿子Lukas前往澳洲度假 这对父子同框的画面比较少见的 上一次两人同框被拍到 还是在十多年之前 令人感慨 在这组照片爆出后没多久 有网友发现张柏芝也现身澳洲 这一情况让人不免猜测 两人是否一同出游 女方的经纪人Emily在其开设的网络节目中 回答了张柏芝出现在澳洲的原因 Emily称这次张柏芝前往澳洲 其实是带着家人到那里看亲 柏芝曾在当地求学 她不少亲友都在澳洲生活 至于谢霆锋与张柏芝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Emily先说 现在几点 先睡觉吧 接着 经纪人否认张柏芝谢霆锋复合 直言当然不是真的 她笑说 如果两人真的发生复合这件事 双方订币会在社交平台公布 而不是由媒体报道出来 如果是事实 她们那么开心 肯定会公开 没有的话 那就是假的 Emily告诉网友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看到她们两个复合 但我可以肯定说 在这一刻 绝对不是 如果大家以后看到类似的报道 完全不用点开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